然後我們要去接觸到 我們要去進入黑洞裡面來看 天舞裡面的這個黑洞你是進不去的 當然你進去之後 你就沒辦法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個黑洞裡面 我們來了解我們生命的黑洞 讓我們來體會老病死 這個是天舞裡面的這個黑洞 然後這個黑洞 只要你進入它的勢力範圍裡面的話 你的星球 太陽系 你所有星球這些 慢慢它都會被它吸引 然後被它併吞消失掉 所以所有的現象 所有有型物質 最後都會消失 無影無蹤 在各位手上的這本《阿安解脫道》裡面 我提到一句話就是說 一切來自於空 以空為背景 以空為舞台 然後又回歸到空 這一句話含語很深 很深 以後我們可以進入實際的體悟 實際的正悟道 那我們透過這些來讓大家了解 你所有的現象界 它都會在這個黑洞裡面消失無蹤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生命的黑洞 以前大家看到這些覺得說 這個是不吉祥的 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生命的黑洞 這是黑洞 這是黑洞 以前我們看到這些 我們會麻木不知不覺 那種說 人家就像主演戲的 還是說 人家就找人消失 那什麼 英才找事 那覺得說 頂多只是個惋惜 我們不容易去體會到這個黑洞它的厲害 它的吸引力有多大 你知道嗎? 它是隨時都在你的身邊 而且會怎麼樣呢? 它會 它是隨時等在你身邊 然後它會說 總有一天等到你 知道嗎? 這就是黑洞它的魅力 它的吸引力很大 你慢慢會進入到裡面 裡面有一個老兄 他已經進入黑洞裡面了 那如果你不知不覺的話 你來看 你也沒感覺 你也看不到 事實上他已經在告訴我們法 告訴我們真理 生老病事 那你能不能去 如果說你有覺知的話 你來面對這些的時候 那你能不能問問自己 當我面對這些的時候 當我瀕臨這些的時候 我能不能真的很自由 很瀟灑 很自在 好 再來 等一下 我們現在回來看在前面這一章 我們看看說 這個黑洞它實至這樣 然後它可以 它裡面的容量有多大 你知道嗎? 這個容量有多大 知道嗎? 它不是裝一具屍體而已 就像我們前面看前面那個黑洞 它雖然好像畫一個小小的圓點 裡面一個小小的黑點 但是你在大星球 它都可以把你消失 那這個黑洞 它裡面的容量有多大 知道嗎? 它可以裝得下你所有的財產 可以裝得下你所有的名利 權位 這個黑洞 它可以裝得下你所有的國土江山 你所有的一切 它都可以把你裝得下 這就是黑洞的厲害 所以有一句話就是說 很多人這樣滿滿悶悶的 滿滿悶悶的歸悶的歸悶的歸悶 到後來它會感覺到說 人生是一場夢 一場空 它的生命不知道方向 它只是這樣跟著眾生的腳步在走 然後到後來面對這方面 然後一種感慨 但那已經是 幾乎是沒有選擇的面對這方面 那我們現在就要提前去找尋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要把真正的那種生命的意義發揮出來 好 我們再來看 進入黑洞裡面來看 這是黑洞裡面 這是一位親人 一位親妻他那個要求好 我把它排載一些出來 我們來看黑洞裡面 這是怎麼樣 古今將相今何在 荒蟲一堆草莫寮 有沒有 那這個幾乎 這個也是每一個人都是必須進入的 那我們現在進入黑洞裡面來看看 這位老兄他是在黑洞裡面 那他從原來很英俊瀟灑的容顏變成這樣 這是黑洞的厲害 它可以讓你不斷地變化 變化 變化 不斷地消失 現在剩下這些 然後再經過幾百年 幾千年之後 這些也都會化成為塵土 這就是黑洞的厲害 你所有的靈力 所有的權位 所有的國土江山 到最後你會換得來是這樣 那只要說我們的生命的這個十個節沒有解開的話 我們生命那個核心我們會抓取著 抓取的話 那麼在往生的那一剎那 又會形成那個下一世的那個種子又會出來 那個種子出來它又會預言 遇到因緣又會再起 所以佛陀就是要讓我們去看到 那個生死輪迴的根本原因在哪裡 然後針對根本原因來解決 這就是一個夜總會 那這些 我們以前面對這些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這是不吉祥 像我們在鄉下的小孩子 然後父母親遇到人家有那種傷病的這些 然後父母親都會告訴小孩子怎麼樣 要避開 要迴避 這是不吉祥 他怕去煩到 去衝到 有沒有 那你看 事實上他們都是告訴我們佛法 告訴我們真理 但是我們眾生卻是不去看 不要去看 屈己避凶 認為說這個凶 這個是不好的 趕快躲避 趕快逃開 所以不管你再怎麼逃 黑洞死神都跟在後面 好 以後我們會有一系列的讓我們來看看 更深入來看看我們身體的這個實相 這是實際的屍體 這是實際的屍體 然後這是一個肺臟 這是細胞 這是心臟 這是肝 這是橫隔膜 這是胃 然後這是腸圓膜 這裡面是小腸 這是大腸 這是氣管 那以後我們還會有一系列的 再把一個各個丈夫器官 會有再系列的解析 這是像 這是帆船死 但是它有一個名稱叫做什麼死之外嗎 它這個像一個美國以前的一個總統 像誰 對 像尼克森 有沒有 這是額頭 這是鼻子 尼克森的那個鼻子 有沒有 很突出的一個鼻子這樣 就像一個美國總統尼克森這樣 那這一張剛好拍到一個 讓我可以覺得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這個就像茫茫大海 生死大海 就算說你當到一位最高權勢的美國總統 你面對這個茫茫大海 生死大海 你也是茫茫然 不是說你當到最高權位的總統 你這個生死大勝就可以解決 佛陀就是體會到這方面 才讓他放下太子王位 他認為我就算當到國王 我也沒辦法逃離那個死神黑洞 所以就是體會到這方面 他才覺得說解脫方面的重要 這個就像每一個人 面對這茫茫大海不知道何去何從 一種人生茫茫然那種感覺 難道一些境界衝擊過來 就常常被境界衝得分頭轉向 那有的人也許認為說 我覺得我生活過得很好 那我現在位高權大 我們絕對沒有那些苦 要及早靜下來做有深度的去觀察 不然的話我們在後知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我們又會無可奈何的走上那個老病死 沒有選擇的黑洞裡面 這就像說一個人他這樣不知不覺之後 然後慢慢的面對這個茫茫的人生 一種無力感 所以很多人他認對你看 如果說你到老年公園或是到老年公寓去看看 很多老年人你可以從他們臉色的那種表情上面看到什麼 那種茫茫然那種無奈 你要去看他們那些都是天使 都是在告訴我們法 這也是 這就是像說一個年輕人 然後看了老一輩前一輩的這些 面對茫茫人生大海 然後他們這樣一種老一輩的那種無奈 那我們面對這個茫茫人生大海 佛陀希望我們能夠做有深度的觀察 有深度的看 然後讓我們從這個苦海之中超脫出來 所以擔任大家有這一首歌叫做海鷗 有沒有 不怕狂風巨浪 那要飛得越高看得越遠 找尋理想的目標 要把生命的定位生命的意義要找尋出來 那在這個茫茫人生大海裡面 這個燈塔它就非常重要 它會指引我們生命的方向解脫到 那這個燈塔一方面它還是代表一種善知識 一種指引我們什麼是法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實相 佛陀就是個非常好的善知識 這一張 這就是一個這個燈塔 你看這個燈塔它在我們茫茫的人生大海裡面 尤其是在黑夜的時候 尤其是在逆境的時候 那是非常重要 它具有很多的指標 能夠引導我們到達一個安全的解脫彼岸 來 這一張從這個範圍到這裡 所以這一張就是大家手上書本的封面 有沒有 這是大家手上書本的這個封面 這一張像我用給 播放給大家看的這些幻燈片 這是我自己實際去拍攝的 這一張是在鵝蘭比拍攝的 那就是說它滿有啟示性 所以就把它做一種做封面的方面 善知識它可以協助我們從生死的此案度到虐盤的彼岸 所以善知識它是一座橋 一座指引的工具 那你不要執著在這個橋上 所以如果你的目標你是鎖定在這個一個人 某個人身上 你又去敗樹立一個山頭族裔 又去抓住某某人的話 那你又是以方便為究竟 所以佛陀要我們依法不依人 真正善知識它絕對不會你留戀在它身上的 它知道自己只是個指引的工具 指月的工具 協助你到達彼岸 協助你回到自一職 法一職 善知識它就是一個橋樑 讓你從生死此案度到解脫的彼岸 這就是一個橋樑 還有這一張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有分上下兩層 下面這些它有很多的現象界 這個就是說我們要看到現象界的一切 再來你要更看到更神的那個空 這就是佛陀在阿安經裡面有提到 我們要先知法柱至 再來後知滅盤至 所以這一張它有很多的那個聲音 那以後我們就是要逐次的來了解法柱至 然後你後面你才能夠體會到 緣起信空在滅盤無尾空 這裡面有很深的啟示 這就像一個解脫道 我們透過那個阿罕解脫道這樣 然後逐步的走到後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象界的緣起 緣生 緣內 然後體會到空 體會到空 這個以後當大家慢慢 文師更深度之後 你可以體會到這裡面有很深的啟示 如果我們能夠真的好好的弄實際實修 文師修上來的話 我們可以跟佛陀一樣 你當你證悟到那個究竟解脫的時候 你會體會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而這個唯我獨尊它絕對沒有我慢 只要你有我慢 你就還是在生死輪迴裡面 那那種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就是說 你體會到你跟一切眾生 跟一切的什麼天地的 什麼眾生所論的 什麼超級大力神那些 那都完全平等 要自我消失 你才能夠體正到那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跟整個眾生 跟整個天地 它是融為一體 那是三十四章 心經所講的那個世界 以後大家有因有緣 一定可以實際去體正到 這裡面絕對沒有我慢 只要你還有我慢 那就不可能體正到 那只要我們好好修行的話 那我們會怎麼樣呢 花開見佛勿無聲 那個花開就是我們的心花朵朵開 那這個心要開 我們必須要先怎麼樣呢 因為進化我們自己的談生吃 打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這個狹隘的心不斷地開展 那這個心一定要柔軟 你要柔軟才有辦法 所以當我們心這樣慢慢地進化 慢慢柔軟 我們一定可以進入實際的文師修 那可以花開見佛 見佛就是體悟到法 體悟到真理 體悟到實相 所以不要以為那個見佛就是看到某某佛像 不是那個 花開見佛 花開就是我們心花朵朵開 我們心柔軟 心開放 歸零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去見佛 這是見到法 見到佛陀所體悟的那個究竟法 那個虐盤法 體悟到了實相真理 物無聲 物無聲就是說當你真正能夠體悟到法 然後文師修正這樣上來的話 那麼你可以體悟到無我 當你真正體正到無我 那麼你就可以真正體悟體正到不生不死 好 所以那個都不是口號 是實際可以做的 那當我們這樣好好地實踐解脫道的時候 這個是在佳樂水拍的 看到一個景色這樣 這就好像 有沒有看到 這好像一個端坐在這裡一個佛 有沒有 一個佛像 好像一個大佛 然後他端坐在一個椅子上 這好像兩邊的手 這個像他的頭 鼻子 眼睛 嘴巴 我們會像 當我們慢慢走上解脫道之後 那你會 你看 觀看緣起 觀看允允眾生 看到眾生在哭海 浮浮沉沉 這時候你會大慈大悲允眾生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是心花朵朵開 能夠花開見火烏入生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真的解脫自在 那只要大家好好地逐步地深入的話 那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目標現在要先鎖定在正出國 只要大家好好地文師 一定可以正到出國 好 我們今天飯店門就播放到此 好 我們下課